各位親愛的校友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四位 鄭榮芝最資深的老師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近況 首先當然要問一問 在我身邊的林英才老師 林英才老師 你最近的生活如何? 接下來我們都會在1月8日 1月初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次校友 和我們校裡的同事 老師一起去旅行 好 密切留意這個通告 好 交給你 湯Sir 我們先先謝謝李堯祥 然後在我身邊 大家應該都認得他 這麼多年都沒有變 都是這麼年輕的李嘉年老師 各位校友你們好 相信很多人都認識我 特別有很多畢業的同學 其實我也很想念你們 有很多時候 我還記得在25周年 那時候很多回來 真的很開心的舊面孔 我都見得到 也記得有一次 有一班舊生回來 燒東西吃在學校 都很難忘的經歷 希望如果校友會 搞多些活動 一定要積極參加 積極回應校友會的活動 特別是爬龍舟 我很懷念爬龍舟 爬那一次來 真是盡勉力 都不夠力了 其實這些活動 真的有賴大家 一起同心協力 可以彼此 更加有更好的聯繫 對 我記得在爬龍舟 大家都很開心 尤其是一起分享 那隻燒豬的時候 大家吃到咬咬咬 如果你有興趣 記得參與 接著 在這邊 大家認不認得他 他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 本校裡面 最型最潮的老師 大家知道誰 黃德權老師 現在我又訪問一下他 其實我們教育了十幾二十年 都搞不清楚哪一屆打哪一屆 總之就是大家是正記人 大家很開心 就是那些舊生 能夠在街上遇到我們的時候 都善意打招呼 不論你在學校的時候 你是很突出的人物 又或者是你被認為 你亦都覺得自己是最頑的同學 但我覺得出來 原來出來社會之後 大家都是很有情的一個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最頭的時候 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出來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一起做一最頭 相信大家又會懷面到 過往一起 無論是同老師 或者同班同學 或者認識的同學 一個歡樂的時光 好 接著同志 今天我們多謝黃德權老師 還有 我們圖書館的館長黎Sir 都有些東西想跟我們分享一下 各位正記的子女 所以當你看到我們說話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屬於第幾屆的人 你有沒有懷念到 你在當日在學校那裡的生活 其實我們都經常掛著 有不同屆的你們 有時候可能我們 記不到那麼多人 但我們都知道 你是我們這些地方 一起成長的人 其實圖書館已經大了很多 某個程度來說 都可以算是正記的地標 有些椅子 很特別的椅子 如果你有機會回來 坐一下 甚至有些人回來拍畢業照 當作影樓拍照 其實這個都是你們的地方 曾經你們在這裡出入過的地方 我們都希望你們記住我們 回來探望我們 好 很感謝黎Sir這麼多年經營 我們鄭榮芝的圖書館 真是名文俠義的 有興趣的,回來看看 11月26日 星期五,7時 六一四見 長情請看 校友會莫言 校友會,需要你 選擇 社交媒體 尤其中文書